体制内或者说司法系统内的一个战友给反馈过来的信息 有近期中共的国安利用各种借口诱惑海外的战友回去 回去以后立即抓捕 抓捕了以后就严刑拷问 什么这个几十个小时不给你睡觉啊 不给你上厕所啊 强光照射啊就等等这种情况 就让你认罪 然后让你交代很多的信息 当然这个我们不知道具体什么哪些战友被诱骗回去 但是我在这个地方给大家带来这个信息 在我们海外的这些战友面临这种状况 你要一定要认真的确认这到底什么信息 而且我们也不建议大家这个时候回去 他们可能会用什么样的借口呢 比如说你的父母你的亲属这个生病了 或者说碰到什么危险啊 碰到什么各种情况啊 总之用各种手段诱骗咱们海外的战友回去 所以大家一定要慎重 如果你要回去一定要慎重 你一定要考虑清楚 一定要辨别清楚 到底是是真是假 是不是不得不回去 因为你回去很有可能面临的是国安的诱骗 因为你回去很有可能面临的是国安的诱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